那宝宜听说这次是什么主持人 你还要准备个特别的别人节目 这位先生 那我们平常去做点点是什么内容呢 平常就是我个人的相会找到 担任戏剧的点点主持人的曾宝宜 惊喜出现在红毯彩排上 让彩排中的主持人陈嘉奎杨小离超惊喜 连曾宝宜自己也说 有没有看过那么认真的主持人 连红毯都抢着要彩排 而众所期待的金钟奖星光大道 终于将在21号下午5点开始了 率先登场的节目类颁奖典礼 红毯上预计可以看到 也T-pop我们听到的 入围综艺节目奖的赵戴新 另外像是温真凌 卓文轩 小S等人 将互贞谁最美 而嘉宾还有一个大彩蛋 林志玲的老公被称为是国民姐夫的 智本放浪兄弟成员Aquila 也确定会出席金钟盛典 我要你 我要你的爱 你为什么不说出来 担任节目类颁奖典礼主持人的 曾国成和唐启阳 也将带来精彩开场表演 而今年节目类典礼最大奖 综艺节目主持人奖部分 将看到小S徐希蒂 独挑大梁的希蒂响聊 睽違14年再度入围 对象就爱黄子江 露露的婚底歌手 露露同时也以跟吴宗宪 陈汉典的综艺大热门双料入围 另外还有胡瓜阿翔主持的综艺大集合 与曾国成佐文轩的西南大主厨 究竟讲到谁家 典礼揭晓 TVBS新闻江湖参与娟综合报道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 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